你印度尼西亚 莲花美方问的 如何保持正面思考 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太幼稚 亲信好欺骗 如何保持正面的思考 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太幼稚 亲信好欺骗 哇 这是哲学问题 一个问题 保持正面的思考 又不会让人觉得太幼稚 亲信好欺骗 谁会回答这个问题 正面思考 这是哲学问题 这个可以写一本论文 写一本论文 写一本论文 如果 如果 学校 让你考这一条 作文 如何保持正面的思考 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太幼稚 是亲信好欺骗 谁会回答这个问题 你会吗 哪一个会的 棘手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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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拜托你们回答 因为 这个文字 很通畅 如何保持正面的思考 同时又不会让人 觉得太幼稚 亲信好欺骗 就这几个字 保持正面思考 又不会让人觉得 幼稚 亲信好欺骗 谁会回答 帮一下师尊 来啦 来啦 在哪麦克风 报告师 报告师 他所谓正面思考是说 不要用厚黑学的方式吗 他这个意思有点 你问我 那我问谁 用正面思考 然后就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是 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他可能认为说 反过来想的话的逻辑就是说 要用厚黑学的 比较奸诈型的 才不会 才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容易被欺骗的 那我觉得说 其实就像师尊刚刚讲的 正面思考 就是你的本性嘛 那你受骗也好 那你就把它当成像菩萨的 这种布施的心肠一样 你能 做这些 好事 去 用正面的思考 那去布施 给这些人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受骗上当 也是没有关系的 好啦 他已经回答了 我不用回答 其实他这个问题 真的很难回答 我说这是哲学问题 你要先理出什么叫做正面思考 什么是负面思考 到底你正面思考是什么思考 这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不要让人家觉得太幼稚 是亲信好疾变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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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不会回答 坦白讲 他回答了就算了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既然又要正面思考 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太幼稚 亲信好欺骗 我告诉你 唯一最好的方法是 你保持静寞 面无表情 真的 你的问题 我也没办法答 要理出你的正面思考是什么 你到底是在问哪一件事 我要理出你到底是在问哪一件事 因为这个太范围太大了 太笼统了 你要表现的 让人家觉得太 不会让人家觉得太幼稚 亲信好欺骗 那你就装聪明一点 对不对 你就 我很聪明 你就装聪明一点 你回答也很聪明 聪明的学生 聪明的表现 我保持静寞 因为我不知道你问什么 我不知道你问什么 你到底在问什么 你既然不要让人家 觉得太幼稚 亲信好欺骗 那你就表现得很聪明 人家说 你有一个包裹在游击 我这里是游击打电话给你 你过来领 你讲 你是不是诈骗集团 就表现你很聪明 没碰到人家在问你事情 或打电话给你 就说 你就是诈骗集团 你很聪明 不会被人家骗 现在骗子很多 那个电话 诈骗电话非常多 全世界各地都有 包括非洲 那台湾呢 是诈骗集团的发言国 到处抓到 世界各地抓到的都是 都有台湾人 到非洲 还骗到非洲去 骗到中国去 骗到美国 骗到哪里 骗到中国 世界各地都有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诈骗集团的 现在诈骗集团多的是 上班了一个月才知道自己进入诈骗集团公司 好啦 莲花美方 我们的莲奇上师 非达力 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